哈喽亲爱的小伙伴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我们在想打排位的时候,有时候可能凑不到开开的小伙伴 但是又特别想排位上分,那最后只能是单排了 这时候就需要一些单排上分该有的常识 下面就给大家分享单排上分须知的几点常识,一起来看看吧 第一点,必要时要补位 单排的时候一般很少能玩自己想玩的位置 如果抢位置的话会产生不必要的争执 单排的时候多数都是遇到两对双排的 或是两个单排遇到三排 在抢英雄这边根本抢不过人家一起开黑的 单排补位成为习惯后 慢慢的你会发现你的上分之路会越来越顺畅 第二点,守塔最重要 黄指荣耀这个游戏的核心是守塔 不管你拿了多少个人头 只要是不清楚谁要目标是推塔 很快就会输掉比赛 别等到水晶爆掉的时候才意识到 那时候就完了 最后只能用一颗星星来买单 第三点,熟悉英雄克制 打排位除了要知道一些强势英雄和弱势英雄外 还是要懂英雄之间的克制 当对面拿出版本强势英雄 我们也不用慌 克制的英雄除非是改机制 不然还是很容易克制的 拿出克制英雄针对一手 对面就很难受了 以上就是单排上分须知的几点常识 除此之外 各位小伙伴还有其他要补充的吗 欢迎在下方留言分享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儿 小伙伴们可以关注我们 喜欢的话可以点击收藏公司点赞哦 下期见拜拜 拜拜 by bwd6